这有两个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民众拆开包裹 越看越傻眼 明明买的是拖把 扫把 清洁用具 怎么变成棉被枕头 被子跟洗脚机 就这样 满满一箱儿童请具清洁用品 客人一开始还觉得可能是团购业者记错 但最扯的是箱子里竟然出现一台 快递公司的出单机 团购业者一看气炸了 因为当初从高雄寄出两箱包裹 给A客人的是拖把 清洁用具 B客人的则是棉被等儿童用品 没想到打开来以后 内容商品互换 还有一台快递公司卡单机 怀疑快递公司拆开包裹 让团购业者超火大 包裹被调包 团购业者联络快递公司后 客人说立刻有人到家里拿走出单机 但是货物却没拿走 业者说那他们应该不会承认了 十分离谱 业者更自费重新寄包裹 但最不满的是快递公司 冷处理至今没退快递费用 快递公司态度低调 说已经在处理无法进一步说明 但疑似拆开客户包裹装错商品 还扯到把出单机放在包裹里 犯下职业大忌 这让消费者很难信任 下次寄见包裹会不会再被裁缝 侵犯隐私 记者梁家文王书宏台南高雄岛 守住 编心